今年的Cinex影展 还有一部台湾影片 是金马奖导演郭真帝的新作品 叫做《海上情书》 他花费六年的时间 记录台湾远洋云夜 随传跟拍这群远离家乡的男人 导演找来国际钢琴大师陈瑞斌 为电影演奏配乐 陈瑞斌说自己从小就在海外奔波 他相当能够体会片中人物 想家的心情 一出海全世界就忘了我们 我们也忘了全世界 你进来来进来打一打 台湾陈瑞领着渔队 进入中西太平洋追踪渔群 直升机小艇联合出动 用3D的方式互往保护 靠近一点靠近 靠近 我要靠近 然后右边距离去 距离西点这样 小艇在后面转转 高科技的维王骨鱼法 是台湾两千多艘远洋渔船 生存的方式 金马奖得主导演郭真帝 与创作伴侣柯能源 则用镜头捕捉这群陶海人 他们在台湾其实支撑了 非常大的一个经济链 就因为他周边相关的产业 非常的多 然后也养活了 这个南台湾一大群的家人 家族这样子 那但是过去并没有人介绍 这样一个产业 所以那时候就有个想法 决定来做这样一个纪录片 郭真帝随同志工到马绍尔群岛访问 开始认识了台湾的远洋渔队 也注意到他们远离家乡的生活 展开前后六年的拍摄记录 我有个非常深刻的感受 就是说所有这些辛苦的淘海人出海 是为了家庭而拼命的 然后他们在海上 好像是一群修行的人 就是说每天做着他们的 这个非常辛苦的劳务的工作 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可是呢 他们却是在情感上 好像离家庭越来越远 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心情 一切都是为了家 一切都是为了回家 为了诠释出航远洋的心酸 郭真帝特地请来国际钢琴大师陈瑞斌 为电影弹奏多首西洋古典 和金曲奖得主李星云的新曲 其实我从小 我自己也是在海外了 我13岁 所以我出去 我中间我10年没有看到我家人 所以我可以感觉到说 其实当我在念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这个配音放进去 我心里也很多感触 因为那个场景 我知道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那个情感 其实它是一直在海上 一直累积一直累积 那我反而是把它写成一个 像华尔兹三拍子的东西 在描绘那个父亲思念 小孩的那种心情 郭真帝用音乐和影像 表达海上男儿像修行人一样 为家庭拼命的意志与情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